身体有痛感就一定是因为身体受到伤害了吗? 先说一则真实的故事 1995年,有个工人在干活时从一个很高的脚手架上跳下来 结果,下面木板上有一根15公分的大钉子刚好连鞋带脚一下穿透了 这个男子感到很痛,他痛苦地哀嚎不已 工友们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 看到男子实在太痛苦,医生给他注射了强小指疼药 这才使得男子安静下来 随后,医生小心翼翼地把他的鞋脱掉 这时,医生惊讶地发现,钉子居然从他的脚趾缝之间穿了出来 他的脚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可为什么他会产生这么强烈的疼痛感呢? 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 今天分享的书是《疼痛的真相》作者蒙蒂来曼 今天的影片可能会颠覆你对疼痛的认知 虽然基本上每个人对疼痛都不陌生 但大家对疼痛这个现象都存在着一些误解 或者不完整的认识 人身体的痛感如何产生的? 为何一些人明明身体没有受任何伤害 还是会感到疼痛? 而对于那些真实的痛感 靠精神力量真的可以缓解吗? 疼痛感如何产生的? 疼痛感怎么产生的呢? 其实,为了找到答案 人类对疼痛的研究持续了几百年 17世纪 法国科学家兼哲学家勒内迪卡尔的著作中 有《浮火旁南海》的插图 图中是一个南海光着脚在篝火旁烤火 迪卡尔认为,疼痛就跟摇铃铛一样 如果南海的脚被火烫到了 人体中的一根线就会被拉动 疼痛的铃铛就会在大脑中响起 摇铃铛理论似乎很容易理解 我们可能会理解为 它就是神经把痛感传给了大脑 的确,这个理论看似挺有道理 它的确影响了人们对疼痛的认识长达四百多年 但人们却发现很多现象没法用它来解释 按照这个理论 产生疼痛的机制就像摇铃铛 那么正常情况下 我们一旦受到伤害 就会立刻感受到疼痛 而且我们感受到的疼痛程度和身体受到的伤害程度 应该是成正比的 可是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却不是这样 比如,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而言 一次搬家的时候需要搬家具 等家具搬完坐下休息的时候 我才发现手擦伤了 但奇怪的是 之前没有发现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 而直到看见手上的伤口 我才感受到疼痛 很多人可能有类似的经历 这个时候 这个产生的疼痛感和发生的身体伤害之间是有延迟的 还有就是影片开头的例子 男子的脚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可它还是产生了强烈的疼痛感 摇铃当理论没办法解释这些现象 这样类似的例子很多 我们可以看出 身体受伤和疼痛感有时没有必然的联系 那疼痛感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在多年的研究中 科学家逐渐揭示出了疼痛的真相 它不仅与我们的身体有关 还和我们的心理和情感的变化有关 也就是说 疼痛感的产生一般有着三种起因 第一 我们的皮肤中存在伤害感受器 首先 从身体的角度说 每个人的皮肤中都存在伤害感受器 伤害感受器能探测我们身体受到的伤害性刺激 伤害感受器是一种特殊蛋白质 能与相对应的化学信号分子结合引起细胞反应 那什么又是伤害性刺激呢 比如 别人轻轻碰了你一下 这不是伤害性刺激 你不会觉得疼 但是 如果别人掐你一下 你就会觉得疼 这是伤害性刺激 伤害性刺激物通常分为三类 第一个是机械型刺激物 比如坚硬物体对身体的 第二个是化学型刺激物 比如 经常跑马拉松的人 腿里堆积的乳酸会让人产生疼痛 第三个是温度型刺激物 比如开水 通常来说 温度大于43摄氏度 人的疼痛感就会被激活 而且 不同的刺激物激活的是相同的伤害感受器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辣椒 其实 辣不是味觉 而是一种痛觉 那吃了辣的东西 如何缓解辣的感觉呢 其实 常见的喝水的做法是错误的 因为辣椒素不溶于水 反而会把气分子扩散到口腔各处 你会觉得越来越辣 正确做法是什么 辣椒素溶于脂质 所以可以喝牛奶或者酸奶 它们能很快地缓解辣的感受 第二 痛觉由大脑产生 科学家发现 痛觉不是由大脑接收 而是由大脑产生的 我们的大脑只是接受伤害刺激的信号 而痛觉是大脑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一个人被麻醉之后 麻药就切断了大脑和身体的联系 这时 在他的皮肤上动手术 他也不会觉得疼 第三 疼痛与感觉 情感和认知相关 研究人员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扫描人的大脑发现 人感受到疼痛时 大脑不止一个地方被激活 而是由很多个控制身体部位的大脑部分 都被激活了 其中包括控制身体 心理 还有社会关系等功能的大脑部分 2020年7月 国际疼痛研究协会更新了疼痛的定义 他说 疼痛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与情感体验 它与实际或可能存在的组织损伤有联系 这就是说 受伤了会产生疼痛 但有时 没有受伤也会产生疼痛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综合的主观感受 痛感的作用 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 疼痛感有什么意义 它产生的机制是什么呢 生物学家提出 疼痛感的意义总的来说就是 让个体趋利避害 保护我们的安全 所以 疼痛的真相就是 疼痛不等于受伤 它是我们身体的保卫者 确切来说 疼痛就是大脑发出的危险信号 提醒我们有伤害和危险 但有时候它会保护过头 导致身体没有受伤时 也会产生疼痛感 尽管如此 如果身体失去产生疼痛的感觉的机能 那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世界上有一群人就是罕见的 疼痛症患者 剑桥的记忆学家杰弗里伍兹 一直特别好奇疼痛发生的机制 2002年的一天 他听到一个小村庄 有个13岁的小男孩 被当地人称为超人 他经常做一些惊人的表演 比如赤脚走过一片烧红的霉堆 都不会觉得疼 得到这个消息后 武兹敏锐地觉得 这个男孩很有可能就是无痛症患者 于是 他打算带着科研团队到小村庄 对男孩进行研究 但当他到达这个村庄时 才得知那个男孩在14岁生日时去世了 原因是因为挑战危险的行为 武兹没有放弃 他到这个男孩家里继续调查 他惊讶地发现 这个男孩的家族中 很多人都是无痛症患者 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表现 比如 他们都是浑身伤痕累累 最让武兹印象深刻的是 这些人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极度不满意 因为感受不到疼痛 他们每天都活得提心吊胆 他们要随时检查身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受伤了 而且 这些没有疼痛感的人 很少能活过成年 因此 疼痛是人体趋利避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机制 那么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出现了先天无痛症呢 经过基因研究 伍兹发现 他们的SCN9A基因产生了突变 这个基因的突变导致细胞膜上的 NAV1.7纳离子通道开合失调了 那离子通道是指位于我们细胞膜上的一个大蛋白质分子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扇门 当人体受到伤害刺激时 这个门会打开 那离子会通过这扇门 这时会产生电流 进而产生神经冲动 人就会产生痛觉 但是 由于基因突变 这个人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刺激 这个门都不会打开 所以 他就不会产生痛觉 在疼痛学上 这个基因的发现是里程碑式的 当然 这个世界上 有阴就有阳 既然有疼痛通道不打开的人 那就有特别容易打开的人 有一种疾病叫做红斑性质痛症 其患者的NAV1.7纳离子通道很容易打开 只要轻度地刺激它 就会打开 比如 我们轻轻地触摸他们的皮肤 他们都会感受到如火烫斑的剧痛 这也是非常痛苦的 当然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我们的疼痛机制都在正常工作 但即使如此 一些主观因素 也会影响我们对疼痛的感知 影响疼痛感的主观因素 现在我们知道 疼痛是大脑接收 伤害刺激后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 那在日常生活中 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对疼痛的感受呢 我们如何更好的 有地方使得减轻和缓解疼痛感呢 其实 一个人的注意力对疼痛感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美国有个团队设计了一个有趣的VR虚拟现实眼镜 他们给一些准备接受烧伤治疗的患者戴上这个眼镜 戴上后 患者就进入到了一个冰雪世界 这个世界里有可爱的企鹅 芒马像 而且还能通过操纵一些按钮向这些动物丢雪球 结果发现 他们的疼痛感受减少了30%到50% 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他们的大脑发现 这种分散注意力的方式能减少大脑疼痛区域的活动 这就像日常我们见到的 孩子都很怕打针 一些有经验的儿科医生会拿一个玩具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有时候孩子甚至都没感觉到打针 这个治疗就完成了 所以分审即学会分散注意力能缓解我们的疼痛感受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想象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催眠 比如有一种病症叫肠义级综合症 这个病的基本情况是 人如果一紧张就容易反映到消化道的症状上 比如有的人会拉肚子 有的人会肚子疼 而一些经验丰富的催眠师就能治疗这种病 催眠师会用柔和的对话 将患者的注意力引至全身 最终让患者完全地放松了身体 一些患者接受催眠治疗几个月后 他们的肠义级综合症已经完全不再犯了 为什么催眠这么有效 因为在催眠的状态下 人的注意力会高度集中在某一件事物 或者某一个想法上 当我们沉浸在某一件事物上时 我们的边缘意识会减弱 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分神 能让我们的植物神经放松下来 所以 催眠中经常用到一个词叫做玻璃 它的意思是 意识的不同部分彼此分离 我们的大脑可以在意识不存在的情况下 听取或者回应暗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被催眠后 可以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遵守命令 但是不同的人对催眠有不同的反应 如果大家想尝试催眠疗法 一定不要自己随意尝试 而是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 让专业的人给予帮助和治疗 2.预期效应缓解疼痛 什么是预期效应呢 大家听说过安慰剂吗 安慰剂是预期效应中的一种医疗手段 最典型的安慰剂 比如伪装成为药丸的糖丸 安慰剂真的会起作用吗 有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个女孩有长期失眠的问题 她拜托作为医生的男朋友 开一些安眠药促进睡眠 几个月之后 她的睡眠质量慢慢地改善了 最后 她发现男朋友开的安眠药 根本不是药 而是淀粉片 但奇怪的是 虽然她每天吃的都是淀粉片 可依旧睡得很好 这其实就是安慰剂起的作用 另外 安慰剂不止限于药物 还有一种安慰剂手术 2000年 休斯顿的一群骨科医生 想做一个安慰剂手术的实验 他们经常做一些骨关节炎手术 一般来说 传统手术就是通过关节镜 把关节腔里增生的韧带 骨质清除掉 这些医生设计了一个对照实验 他们把180名 有严重膝关节疼的病人分成两组 一组人做常规手术 另一组人麻醉以后 什么都不做 实验结果发现 这两组人疼痛改善的效果一样 这说明安慰剂能影响我们的疼痛感受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让大脑对疼痛产生的预期效应 安慰剂治疗能使大脑在痛感区域释放缓解疼痛的化学物质 比如内肥胎 所以对身体的痛感有积极的预期有助于我们缓解疼痛 那需要止痛的人应该怎么做呢 一些医生建议 在吃药后 闭上眼睛在大脑中想象药物 进入身体之后 在体内慢慢起作用的画面 这种训练就是给大脑一个对疼痛的预期 能更好地增强药物的止痛效果 三 大脑对次激物的认知缓解疼痛 通常 我们的身体都很怕疼 都会趋离避害 会尽量地远离让我们疼痛的因素 但是 一群人会主动追求疼痛 而且这一部分人还不少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喜欢吃辣吗 假如你喜欢吃辣 那你就属于这种主动追寻疼痛的人 再比如 一些人特别喜欢跑马拉松 但是 经常跑马拉松 腿是很疼的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 愿意追求疼痛呢 因为他们能从疼痛中得到愉悦感 这叫反向享乐 它的科学原理在于 大脑中疼痛的皮层中枢和愉悦的皮层中枢 有一部分重叠 如何区别哪些疼痛会带给我们愉悦感 哪些不会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大脑对这个刺激的认识 是安全还是有害 你会发现 无论是吃辣 还是跑马拉松 我们都不会认为 这种刺激会危害个体生存 所以 它是一种安全威胁 没有小孩生下来就喜欢吃辣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吃辣的次数增多 慢慢的 他们就会觉得 辣不会影响身体 于是 很多人就沉溺于吃辣 这种感觉 在生活中 还有一个例子 走在路上 一个人突然被跳出来的狗咬了 这时 他是会先感受到疼痛 还是先会跟狗搏斗 然后再感受到疼痛呢 显然是先跟狗搏斗 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是因为 和疼痛相比 更加威胁生存的因素 会转移我们对疼痛的注意力 疼痛会传染吗 尽管疼痛不是传染病 但疼痛的确会在人群中蔓延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叫做乔尔的人 正在和五千公里外的人 打食品电话 打电话的过程中 对方用一只手 拍了一下自己的脸 那一瞬间 乔尔的脸上 也立刻感受到了这种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乔尔是世界上 罕见的镜像连绝者 我们可以在维基百科上 看到这种现象的解释 这样的人能通过看到别人身体的触碰 从而在自己身体的相应部位感受到 连绝的机制是什么呢 当一个感官受到刺激时 另外一个没有被刺激的感官也会被激活 举个例子 有人看到字母ABCD就能尝到字母的味道 这是视觉和味觉产生的连绝 而乔尔是视觉和触觉产生的连绝 世界上大概有2%的人是镜像连绝者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不像乔尔是镜像连绝者 但是在大部分人中 疼痛确实是会传染的 比如看电影的时候 如果看到一些打斗的镜头 我们会觉得很难受 甚至觉得疼 这种感觉其实就是一种痛觉传染 人类有一个特别古老的能力 叫做共情 人是社会性群聚动物 为了我们能更好的和群体里的同伴生活 我们必须要非常敏锐地感知他们的情绪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被群体所接纳 而连绝就是这种共情能力的一种极致表现 共情疼痛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之前说过 疼痛的本质是帮助我们驱离避害 而这个世界上威胁生存的危害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天然地具有共情基因 我们能通过感受他人的痛苦 从而意识到危险 通过学习 我们能避开危险 这就是疼痛传染性的意义 有一种现象 当今社会发生率越来越高 而且危害很大 它就是孤独 有研究发现 长时间感到孤独的人 其身体所承受的伤害 相当于每天吸十五之烟 当然 喜欢独处不等于感到孤独 为什么孤独会对人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呢 这也跟个体生存有关 疼痛感是为了让我们感受到生存的威胁 而在原始社会中 如果一个人被群体孤立 就意味着生存受到了威胁 如果一个人本身有疼痛症状 再加上没有好的社会关系 这种疼痛可能会加重 反之 好的社会关系能缓解疼痛 疼痛有传染性 快乐也有传染性 所以 我们营造良好的社会关系 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缓解疼痛 虽然疼痛感是人体的保护机制 但它确实会让我们身体感到痛苦 而哪些慢性疼痛 一直在困扰着一些人 如何应对慢性疼痛呢 如何应对慢性疼痛 目前 全球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 有慢性疼痛 什么是慢性疼痛呢 只要某种疼痛持续的时间 超过三个月 它就是慢性疼痛了 这时 我们就要通过人为的手段 去进行干预 要不然人就生活得太痛苦了 一个人 为什么会出现慢性疼痛呢 他的原理叫做中枢敏化 研究者认为 中枢敏化的病理基础 可能是发生了神经炎症 炎性代谢产物 是引起持续疼痛 一个重要原因 针对身体的慢性疼痛 人们能做些什么呢 生活中有些常见的事 是能治疗疼痛的 比如编织 有个人叫科克希尔 是一位理疗师 他发现 很多人是通过编织 帮助他们自己 从疼痛中走了出来 编织是一个 治疗疼痛的有效方式 因为编织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 它有不断重复的动作 我们看那些觉得特别疼的人 会来回地踱步 或者邦邦邦地敲桌子 这种重复的动作能减少疼痛 第二 当一个人编织时 注意力会集中在编织上 这相当于是一种分神 它让人不会过度地注意疼痛的感受 第三 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在人们编织时 两只手会交叉过身体的中线 而过身体中线 能影响大脑对疼痛的定位 因此 编织能帮助很多人 从慢性疼痛中走出来 总体来说 应对慢性疼痛有三点 首先 要调整到让大脑感到安全 调整生活方式 比如经常运动 因为运动时 大脑的天然药柜会打开 它会分泌内肺态 多半等能缓解疼痛的化学物质 调整呼吸 通过深呼吸 调整呼吸比例 让人体变得放松 这有助于我们缓解疼痛 放松身体 调整睡眠 保证充足的休息 但我们拥有高质量睡眠时 人体会对身体进行修复 所以 保证每天睡一个好觉 是非常重要的事 其次 可是化疼痛感 从而减轻疼痛 一个慢性疼痛的患者 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每当背痛吸来时 他就闭上眼睛 想象疼痛的区域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直到消失不减 他持续六周后 背痛完全消失了 而坚持一年后 不单背痛消失了 而且颈椎疼也消失了 最后一条应对慢性疼痛的方法就是 了解疼痛 古语说 上医治未病 中医治愈病 下医治已病 现在的医生治疗的 都是已经发生的疾病 而真正的上医是什么 是我们自己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靠药物存活 我们要靠好的饮食 好的睡眠 好的生活方式 以及正确对待疼痛的认知 所以单单是真正了解了疼痛的原理 也能帮助疼痛者缓解疼痛 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